255戰爭到現在已經進入了第40天 在整個的目前的戰況 我們可以知道很多地方 都是有受到嚴重影響的 包含了在俄羅斯這邊 在烏克蘭這邊 他們都有提出了不一樣的狀況 說法也都不一樣 像是俄羅斯國防部 他說新一波的飛彈 摧毀了烏克蘭67處的軍事標的 烏克蘭總統這邊 他說俄軍是從烏克蘭首都基辅周邊 來去做撤離 是不是真的有撤離的情況 但不管怎麼樣 這個戰火還是 讓現在烏克蘭這邊是滿目瘡疑的 我們可以看到 在烏克蘭第二大城哈爾科夫這邊 兒童樂園 真的是直接遭到了砲擊 可以說是彈痕累累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在烏克蘭第三大城這邊 奧德薩 它有一個鏈油廠 跟三處的燃料庫都有回損 在這個部分 其實它是有先遭到了空襲 所以現在在包含的燃料儲存設備 這邊都已經是受到影響了 那麼另外其實在戰爭的同時 很多的武器毀損 當然也會影響到了很多的戰力了 在這個有一架俄羅斯的蘇35戰機 在昨天烏克蘭的第二大城哈爾科夫附近 是遭到地面防空系統的擊落 所以有一名飛行員當場是被擄獲 不過SU-35它其實是俄羅斯最先進的戰機之一 僅次於逆宗戰機蘇-57 所以它單價是高達了5000萬美元 折合新台幣多少錢 是14億多的 所以這個它的戰機的價格非常的高 非常的昂貴之外 這也將是烏俄開戰以來 如果被證實的話 就是俄軍首度折損了 這麼樣的一個高單價的戰機 當然現在也傳出了很多的情況 還包含了是烏克蘭這邊的民眾 用一些計謀來做反擊 反擊什麼 就是希望說可以救救自己的人 做法是怎麼樣 他用蛋糕 美酒來假意 去慰勞俄羅斯的軍隊 所以其實它是在裡面下毒的 這導致在俄軍的部分 有兩死28人重鎮 還有500名俄兵 是因為不明原因的 重度酒精中毒而住院了 而現在根據外電的報導的部分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他透過翻譯說了 在俄羅斯軍隊的所作所為 他認為這是屠殺的 而烏克蘭人 他是不願意屈就於 俄羅斯聯邦的政策 他說這是我們被消滅的原因 真的是因為這樣子嗎 好 另外在烏克蘭的檢察總長 他這邊怎麼提到的 他是說了 現在烏克蘭軍解放基輔 這地區周圍目前找到了 410具的平民屍體 其中140具的屍體法醫 是已經香驗來做完成了 當然我們也知道了 包含現在在布查鎮這邊 我們都說了 現在這邊的傷亡 非常非常的嚴重 說是多達了 我們看到20多人被槍殺 他們認為是種族滅絕 甚至他們還講到說 有280名的死者 已經下葬了集體的墳場裡面 他們指控說什麼 他們指控說 這些的死者都有明顯的 是遭到了後腦勺 刑刑式的槍殺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當然是引發了很多輿論的化人 真的是這麼樣子的一個手段 去來做戰爭時期的殘殺嗎 好 這個部分 是遭到二方的否認的 我們可以看到 二方怎麼說 他們是說嚴正的否認 要求聯合國安理會 要來召開會議 談論吳方是不是藉由 不查發起挑釁 來破壞和平談判 以及甚至想要更進一步的 來升級暴力 而現在在整個的戰事局面來說 很多的基礎設施 真的是都直接被攻擊了 包含我們看到了 很多的儲存燃料的地方 也都被攻擊了 當然在這一次的戰事當中 跟進一步的報導 我們也集合了很多四面 八方的消息 整理報導一起來看 俄軍週日大規模轟炸 烏克蘭南部大城 奧德薩附近一處煉油廠 還有三座藍料儲存庫 現場大火以及煙霧瀰漫 另外烏軍也有所獲 最新消息傳出 一架比美國F16更先進的 蘇凱35遭到烏軍防控網擊落 是開戰以來被命中的第一架 而烏克蘭民眾也想盡辦法 對俄軍作出反擊 消息傳出有民眾在糕點 以及烈酒中下毒 然後假意慰勞俄軍 導致俄軍兩人死亡 28人送醫急救 另外還有500名 俄國士兵因酒精動毒住院 烏克蘭民眾對俄軍的痛恨 可以想見 俄軍對一些曾經佔領的城鎮痛下毒手 烏方已經從基辅地區 找到410具遺體 而小鎮不查狀況最慘不忍睹 不少居民遭到就地處決 衛星照顯示一處亂葬 鋼長達將近14公尺 而哈爾科夫主題樂園也是彈痕累累 許多遊樂設施都有被轟炸的痕跡 這些彈孔都有可能打到人的身上 凸顯戰爭的無情 烏克蘭預估今年GDP縮水40% 而第一季已經較去年同期下跌了16% 目前烏克蘭境內三成的企業停止生產 戰後的重建將是一大工程 記者綜合報導 目前烏克蘭哈爾科夫州的 19母市遭到俄軍轟炸數個月餘了 而除了有學校是直接被炮火來摧毀 畫面當中你看到這個畫面 真的是可以看到市區慘不忍睹 在烏克蘭的外交部副部長 就釋出了19母市區的現況 他說俄軍把整個的城鎮80% 建築都摧毀了 目前大約有2萬人受困在這邊 還有附近的郊區 而且還指出這些平民相當需要 食物還有藥品 另外在烏克蘭南部港口城市 尼古拉耶夫的政府大樓 在當地時間3月29號 遭到俄羅斯軍隊發射的火箭給擊中了 現在整個的建築物就被打出了一個大洞 一直到現在救援行動還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處曝光了 現場最新的搜救畫面 消防人員還在持續的在瓦礫堆當中 來做搜尋 不過目前已知有36人死亡 其中在抖塌的建築物當中 發現了34具的遺體 有兩個人是在醫院當中重傷不治 今天呢要推薦給大家使用我們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這一台呢 其實非常適合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都非常的適合 好